上个视频咱们介绍了单个蜡烛的九组十九种形态 以及每个蜡烛的形成过程和代表的市场情绪 那今天这个视频咱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些 经过了时间和市场验证的非常重要的图形模式 这些图形的名字呀 如果你关心技术分析的话一定不陌生 但今天咱们这个视频要在这里搞清楚三件事 每个模式它是如何形成的 每个模式所代表的市场趋势和所表现出来的市场情绪 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就是每个模式在交易中应该如何使用 第一次来我频道的小伙伴们 简单介绍一下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用动画的形式 分享日常生活中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原理 会聊一些金融分析的基本工具和方法 也会介绍投资理财的常识和简单易行的启动方案 和坚持的技巧 最终的目的是让每个小伙伴都能做自己的投资经历 对以上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订阅小铃铛 关注我的频道 那首先咱们先来看一下特别重要的一个反转结构 双底和双顶模式 首先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价格两次到达高点 底部清晰的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阻力位 这里的震荡低点就是所谓的境界位置 现在咱们从价格行为的角度来看看 双顶信息告诉了我们什么 价格在阻力位附近没有创造更高的高点 而是创造了一个相同的高点 这表明来自于上升趋势的动能已经消耗殆尽了 也就意味着市场上买家动能的减弱 无利用更高的购买力再创造出更高的价格来 同时也意味着买家在这一价格的犹豫 此时原来在更低价位的买家希望在此价位获利了结 于是价格获得了来自卖家的动能开始下行 现在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方向 首先有一个下跌的趋势 然后价格形成两个相同的低点 价格低点在这里清晰地形成了一个支撑位 这个震荡高点形成了净现 那双低结构告诉我们的价格行为是什么呢 价格没有能够创出更低的低点 而是创造出了同样的低点 这表明下降趋势已经失去了动力 意味着市场卖家失去了卖出的动力 已经没有卖家愿意以更低的价格卖出了 于是形成了双底结构 知道了双底和双顶结构形成的过程和它们背后所代表的市场行为 就把我们带到了下一个问题 那咱们应该如何使用双顶和双底模式作为我们整体策略的一部分呢 事实上咱们可以用双底和双顶结构的四种变化形式来做交易的设定 第一种就是双顶或者双底结构加净现突破进入 首先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双顶结构 这是最近的震荡区域 在这个位置附近的低点形成了净现 一旦价格突破进线并形成了一个更低的低点 就会是进入空头交易的好时机了 因为现在已经确认反转和趋势的变化了 现在咱们再看另外一个方向 下跌趋势渐缓 经过两次尝试之后 价格在这里获得稳固的支撑 形成了支撑线 震荡区域在这里形成了进线 这是最近的摆动高点 但是一旦价格突破进线并创下更高的高点时 就能确认反转和趋势变化了 进入到多头交易当中 现在咱们来看第二种形态双顶或双底结构 加关键水平线 看一下这个图形 首先是一个下降的趋势 当价格回升时 需要通过这三个反转点来确认一个关键水平区域 它会在支撑位置形成一个多底的形态 于是再次确认位于近期震荡高点的境线 一旦价格突破境线并形成了更高的高点 趋势就会从下降趋势转变成为向生趋势 并且得到确认 然后咱们就可以通过较低的盘中时间框架进行观察 事实上你可以使用的另外一个趋势变化确认的工具 是连接一系列震荡高点所形成的趋势线 并再次等待突破 然后再寻找入场交易的机会 这种交易方式会大大提升你交易成功率和收益水平 同样的 现在咱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方向 首先确定一个关键水平位 此处通过多个反转点 市场显示了阻力水平位 因为价格回升 创造了位于阻力位的双顶形态 再次确认位于这里的双顶反转境线 这是最近的震荡低点 一旦价格突破境线并形成了较低的低点之后 趋势就从上升趋势变为下降趋势得到了确认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调低盘中时间框架寻找进入空头交易的好时机 有许多不同的机会进入交易 有些人会在这里进入空头 有些人会在这里进入空头交易 在这种情况之下 模式交易者不会进入 直到形成双顶模式 然后在这里突破境线才是正确的 那还有另外一种相对更激进的进入位置 就是根据前期的价格低点放置一条支撑线 当价格跌破这条支撑线后进场 这是一个比较激进的进场选择 事实上根据交易者的风格有多重不同的进场交易的方式 从价格行为的角度来看 关键水平的双顶和双底模式告诉我们 这种进场的策略质量更高 因为你不只是交易一个单独的模式 而且价格也处于关键的位置 这意味着你有其他关注此位置的模式交易者 期待和你一起进入这笔交易 这将有助于为交易创造动力 并且提升交易质量 现在咱们进入到第三种变形模式 双顶或双底结构加近线突破 以及回调进场 这张图有非常丰富的各种形态 这里有双底形态 近线突破 但我们不是突破的时候进入 而是在回调到新的支撑位 出现第二个多头式进场 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而且需要有一个合适的位置放着止损 而在进行回调时进场 你就可以把止损放在这里了 可以有效的保护你的头寸 那现在我们来到了第四个模式 关键位置加蜡烛图内部的双顶 或者双底结构 还是一样 咱们先找到一个关键水平位置 在这里通过一些反转点 市场给了我们一个阻力水平 当价格回到这个 你正在等待的水平的时候 看看这个价格水平上形成的烛台 以观察价格通过这个长新烛台 所获得的阻力水平的反应 但观察反应并不等于交易 因为价格有可能会停止在 这个关键的水平形成蜡烛 并且也有可能突破 不要忘记 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上升趋势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在我们的长新烛烛 对阻力水平做出反应之后 咱们需要查看 这个区域内部较低的时间范围 咱们看看是否可以获得 任何形式的价格行为 表明趋势从上升趋势 变为下降趋势 现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在进入这个该区域之前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于是让我们拉出一个较低的时间范围 特别是半小时时间范围的图表 将两个图表进行对比看看 左边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日线图 右边是30分钟的时间图 相同的资产 相同的阻力位 相同的蜡烛区域 咱们使用比较低的时间范围的原因 是因为咱们发现在主要的时间范围内 价格走势过于紧张 这意味着我们没有良好的波动 来给我们提供良好的价格行为 以便进行交易设置 这同样也表明 我们在拥有了多头蜡烛之后 趋势发生了变化 而在右侧这个较低的时间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数据 并且查看价格的实际波动 所以在这个较低的时间框架范围内 这是一个完美的双顶形态 形成的位置也是关键阻力位 和来自较高时间框架的长线蜡烛 所表现出来的信息是一致的 因此再次确认了趋势的变化 净线位于震荡的低点 一旦价格突破净线 并形成了较低的低点 就会确认趋势已经从上升变成了下降了 那这里的突破 就是我们去较低的盘中时间框架中 找做空机会的好时机来 现在在下降趋势中 以相反的方向进行也是一样有效的 好了那咱们来总结一下 作为重要的反转模式之一的双顶和双底结构 是由多个价格无法继续创新高 或者新低的水平位置来确定的 当价格每次触及到同一高度时 便无法突破此价格延续原来的趋势 那这一高度就是双顶或者双底 是我们第一步要确定的位置 在这一高度的上方或者下方 会形成一个震荡折返的位置 好几个同样的位置便会形成净线 这样我们就有了双顶和双底结构中 最重要的两个价格区间 我们有四个核心的变化形态 来进行交易策略的设定 首先是双顶或双底加净线突破 这是指当双顶和双底结构形成之后 当价格突破净线确定原来的趋势反转 可以进场进行交易设置 第二个变化形态是双顶或双底加关键水平结构 在双顶或者双底形成之后 可以在净线形成区域放置一条阻力线 当阻力线被突破时即可进场设置交易 这种方式相对于第一种会更激进 第三种变形形态 双顶或者双底在净线突破之后回调进场 双顶或者底形态之后净线突破 但不是突破时入场 而是在回调时找到新的支撑位 出现第二个多头时进场 这种进入时机更加稳妥 并且有利于设置止损 最后一种变形模式 关键位置的竹台 加内部的双顶或者双底结构 在关键位置上去更低的时间框架 看看蜡烛图有没有给到你 更多的信息以提前确定趋势 以这样的方式做进场设置 会在机球率不变的基础上提升受益率水平 好了以上双顶底的形态和交易策略 是你们希望了解的吗 评论区告诉我呀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喜欢我的话记得点赞关注呀